幸福好时光 这是田园香加上好物市集的脸卖 是的田园香 台湾人最熟悉的基金 喝基金大部分 你就是用来抗疲劳的 不只是身体的 其实精神上也是 像我最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 有时候我都觉得脑袋转不过来了 那我们就去运个小小的洞 然后喝一杯基金 也许就会迎刃而起 而且田园香的味道是挺好的 小孩也不怕这个味道 有时候我把鸡精给小熊当汤面的汤 他都喝光光 有时候他就直接来个一杯 然后就上学去了 没有鸡的腥味 我觉得他调味是里面最厉害的 那各种口味都有他的很好喝的地方 那么他的原味也加了枸杞跟红枣 这些都是有益的成分 不过喝的时候 你完全喝不出这两种食材的味道 他只是让鸡精的味道更顺口 更直接咕噜可以喝下去 而且觉得它是一个美食 田园香19年来 专营低鸡精 没有别的副产品 其实我蛮敬佩这样的公司 就是专心把鸡精做好 并不是像有一些公司 就直接找代工 那其他的事情都不用管了 这次提供给中广的是 销售双冠军的口味 有抗疲劳认证的原味 还有无药材低鸡精 原味是增加了红枣跟枸杞 无药材口味是全家大小 全部都可以喝的 那么目前的保养真的很重要 像我前不久就是 哎呀 扁桃腺发炎 加上也可能被感染了 那我早上起来就是低鸡精 连我们的制作人都说 真的好得好快 对的 因为我每天也还在做运动 如果体力不好 你当然只能昏睡 越昏睡就越流不出汗来 就不会好了 那无论如何 田园香是很有意思的 他坚持给我们很好的价格 还有很好的赠品 甚至比他们年度最高的VIP 还要优惠 卖的时间就只有七天 母亲节快到 对不对 而且呢 你可以去订什么时候出货 直到4月18号中午12点 那你就可以看看 你到底要买多少 用这个价格 你也可以买一年的低鸡精 不管是三合二十合 比如说呢 你真的很肯定他六十合 这有什么好处呢 抗通膨 反正过不久啊 一定会涨个一二十趴 这是台湾的 所有的末端的消费物价 大概因为人力啊 因为电费涨价都会这样子 那么如果你订核数 比较多的话 你可以分很多的次数来送 那这也是表达爱心的方法 假设你送给妈妈 你远在国外或者是哪里 不需要把他的冰箱都塞满 让他塞不了别的食材吧 那田园香给的项目很好 那这是这么优惠 因为之后万物皆长 到4月18号中午就结束了 喝了田园香低鸡精 你就知道什么是好味道的鸡精 而且真正对你身体有感的鸡精 可以打客服专线02-2362-1968 因为有时候在网络订购冷冷的 没有人会回答你的问题 那就中广的有很多线都在接你的电话 02-2362-1968 02-2362-1968 如果电话已经满线的话 因为这就是电话的问题咯 当然你也可以搜寻 田园香好物事迹 那还有一个中广的客服专线 你试试看 这就是平常你很熟悉的 02-2500-5566 02-2500-5566 麻烦你咯 因为每一次好物事迹的朋友 还有我们中广的业务不同人 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在接你的电话的 我们今天要访问一个非常特别的作者 这是我当司法通议的日子 那么他的整个家事背景 也让人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发现罗伊文 他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博士 而且曾经获得文学奖散文的首奖 那出生在越南西贡 13岁移居台北 然后对中文又有一种天生的热情 伊文你好 丹如姐好 你现在主要是有工作 但是也在大学兼课 是 偶尔还客串司法通议 对 那我后来去看了你的书 发现你家是在木榨的文如商店 那就是我星期六日会去买那种 你里面说的是H 他去做一堆越南小吃 然后到你们家那个杂货店去卖 其实我都有吃到 我觉得那个东西蛮好吃的 很对我的胃口 而且一盒才60块 我这样一讲大家不要去抢购 原来就是你里面书中的女生 她在赚这个斜杠的一种方式 先来讲你家背景吧 其实你这个故事里面 虽然我对东南亚的状况略有了解 也认识过很多的越南的朋友 可是其实每一个人家族的那种 到处迁徙的历史不太一样 你家简直是 不只是越南 刚开始还有柬埔寨 你说吧 我们家你要分父系或母系那边 你看很复杂了吧 对我爸爸那边是 就是从广东那边 就是先到那个越南南方去啃荒 然后变成大地主 但后来就因为战争啊 然后政府一直轮替 然后土地就没了 那我妈那边是 也是从潮州那边先移到柬埔寨 金边 然后本来是想要在那边就定居 可是一样也是碰到战争 尤其是有 节目上有一个蛮可怕的大屠杀 赤检嘛 赤检大屠杀 其实大家都想不到 大概只能去金边的什么 那种战争博物馆才看到 我那时候一去 我就觉得说天哪 我之前有看过 一位杀戮战场那部电影 对不对 那你都会认为电影是夸张的吗 不会因为我每天都在听我妈 或我外婆在讲 是后来发现说 因为我当时二十几岁的时候 在法国 其实遇到了很多的柬埔寨 跟越南的朋友 还发现说 她的电影描述的完全都不夸张 而且那个时候杀掉的人 尤其是情理妈 那个系统是比较糟糕的 就你选择的地点 那个机遇呢 就会不太一样 因为本来都是去开墾啊 好好的 尤其华人是非常会 这个啃荒致富的啊 那你当时你也可能 有人会选台湾 有人会选 对不对 有人会选越南 有人选 马来西亚或新加坡 柬埔寨本来是好好的呀 然后可是那个赤检呢 我当时看到一个统计是 本来七百万人 杀的杀死的死 逃的逃 国内剩下两百万不到 曾经 那个很可怕 是不是这个时代 那个你看那时候 就是一样 他们就移民 就是到了金边 我外婆跟外公 那也很辛苦的 然后后来在那边生小孩 才也长大 多久了 就是疑多久遇到的那个赤检 大概他应该是有 因为我舅舅妈妈长大嘛 差不多二十年后 就刚好把家业已经开拓到一个地步了 对 然后是我们家是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 我有一位舅舅是会法文 所以那时候知道要乱 所以全家 因为他是男生嘛 是凑了钱 让他到法国去 他也成功去了法国 所以我在巴黎十三区 曾经遇过很多的柬埔寨人 就是事先逃出来的 对不对 可是他你知道年轻人就是会听宣传 说要回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 然后他就不听话 他又回去了 他就回去 回去马上就被带走 就死了 就是你知道那时候赤检进来 他就把所有的知识分子跟僧侣 跟中产阶级 全部都砍了 全部都就砍了嘛 是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理由 毫无文明逻辑 对 因为他那个人是在森林里面 那个算是卧薪长胆很久 然后一出来整个性情就变得很古怪 对 几乎好像 我觉得他已经 那个波步已经到达以杀人为乐的地步了 而且各式各样的酷刑 然后每一家都有死人 对不对 那时候我外婆跟我大丁就怎么都 想办法逃到越南了 但中间有塔在那里 只有一个人又回去 对 有一个人回去 然后就当然就死 所以我会对我妈妈那边的灾难 比较印象深刻 是因为我外婆跟我舅舅 一直在当寻人启事 说希望或幻想我二舅舅 也可以逃来越南 然后或者是一直有人从高棉逃回来 就会打听消息 然后我外婆也会在家里 跟她的好朋友提到自己的儿子 这样会哭 所以对我来说 整个童年 我是非常深刻的知道 我们家碰不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甚至有人从柬埔寨流浪过来 我妈就会直接就把家里的剩饭 因为通常煮很多饭 然后你就等下一餐再加热 就把整锅白饭就给人家 然后其实也就是素妹平生 那我妈只是说 如果我舅舅在外面 如果要去跟人家要饭的话 也希望有人可以给她 这是将心比心 对 还是一个华人的 其实还是一个儒家传统 就是挤挤挤腻的精神 但是后来你们真的看到 舅舅的名字是在 有人说 因为有人逃不出来 然后就是说 因为他们通常处决的时候 都会放姓名 会列名单 或者是有时候是贴照片 就是所有名字在上面 就是在那什么万人的 什么纪念馆 万人种那边 万人种 那其实我们到现在都没有 不敢去看 我其实也不敢进去 因为我很早就到了 那个很早 在二十几年前 我就到过柬埔寨 我始终不敢进那个馆 但是其实连在外头 公布栏上面 你都可以看到当时的惨状 我但是不敢去 我听过非常多故事 比电影写的还残忍 逃亡的人已经够惨了 但是留在那里的人 就是任人宰割 而且这个政权 还持续的停久的 好那后来 其实就算逃到越南 也没省着 因为那时候越南南北越 还是在 后来战争就马上起来了 我妈 1975年4月初 来到越南 4月底 越战结束 就北越打下来 打进 打到南越来 南越就投降 就所谓的统一 然后 那你就继续卡着 你也没办法走了 对 然后他们就开始 清算资产 一样 共产党 家里有什么人 也带走 就换我爸那边 就被带走 对 那你爸爸妈妈 是怎么认识的 我爸以前是有到 柬埔寨去 住一段时间 所以认识 在那里的时候 一对青年男女 就认识 对 认识 然后我爸先回越南 然后也跟我妈说 因为柬埔寨要乱 不然叫我妈先来越南 结果 自己越南也大乱 然后我爸因为他 后来也被抓去劳改 但无论如何 越南的不是 播布政权 你还有劳改的 这一段 不是马上就给你砍头 对不对 所以你妈妈 一定过了很多 在那里 抬头在判 老公归来的日子 对 像我童年 就等于没有爸爸 你要怎么回答 人家说 你爸坐牢 或什么之类的 这么久吗 七年 连你出生的时候 都还在坐牢 我出生九个月 他被带走 然后我七岁左右 他才被放回来 对 所以第一次看到爸爸 感觉是什么 蛮怪 不熟悉 一个陌生人 对 那他有没有被整得很惨 应该是没有 就在里面劳改 对不对 你的身上 就很少看到这个年纪的女神 身上还有大时代的故事 我们已经都离动乱比较远了 那七岁看到爸爸 爸爸应该是劳改 然后被派某种工作 不可以跟家庭联络 后来回来的原因是 因为基本上 越战结束 所有在知识分子 或你在就政府体制底下工作的人 都会被带去劳改 那他劳改 他也叫你去啃荒 他就会在那种很偏乡的 深山野岭 他就叫你每天出去啃荒 然后种植东西 他会放人是因为 他们自己也实施所谓计划经济 然后把自己的经济搞到受不了 所以才宣布 大陆的状况是一样的 宣布在1986年改革开放 然后希望可以被取消制裁 那时候国际制裁 然后希望国外西方来投资 那他为了表示他改革开放的诚意 他就把那些劳改的人慢慢的放出来 所以就捡回了一条命 对 可是后来你们就决定要移居到台湾来 那时候你是13岁 对不对 对 就又在西贡生活了6年 对 我爸出来生活了 他1986出来 我们其实没有86878889 99 对6年91我们就来了 因为他不想留着 全是噩梦了 对 那就觉得很羞辱吧 对 那怎么样到台湾来的 那时候因为我姑姑那边 姑姑已经先来台湾 所以我们是一亲过来 是 对 那后来一亲之后 你那时候会讲中文吗 不太会 其实我一直有在偷偷的补习中文 这就是你了不起的地方 你后来是中国文学博士 应该说我文学 我对文学很感兴趣 我在越南 我的越南文也很好 是 中文不好 因为中文没有学很多 因为以前是越南是有华校 南越有华校 但1975以后华校就被关闭了 是 所以你变成要偷偷的补习 嗯 如果有刚好有公安经过 那你就散开 假装没这件事情 所以你13岁 然后跟着家庭移居到这里来 你得进入我们一般的小学 是 应该从国二开始 当时的状况如何 从国二开始 因为我那时候我在越南 有上越南的正规的学校 是到六年级 所以过来是接七年级 就是国二 一开始 其实是有听懂 不太会讲而已 因为我爸妈在家里是讲国语的 我是跟我外婆讲朝中话 那我的脑海里面就会有一种翻译的过程 就是老师讲国语 然后我就把它在脑海 就脑袋里面翻成越南文 然后再去理解 你就会发现 这状况跟我们在读英文是蛮像的 可是后来就发现越翻越快 然后好像后来就好像几乎不用翻译了 你就等于我已经成功了 直接是用中文来思考 你现在是完全台湾口音 所以后来其他的成绩好跟上吗 OK啊 你聪明吧 我算是所有移民小孩里面算是学业是很顺利的 速读的最好的 然后马上一两年就全部都跟上来了 因为我碰到很好的老师 是 好所以 其实那时候 老实说新移民的子女不是很多 你在学校里面也还是算蛮特异分子的 那时候没有什么叫新移民 也没有什么额外替跨国闲转生的什么辅导课 他就把你丢进正常边班 你就想办法努力嘛 那还好 我觉得我适应的快 是因为台湾的考试还蛮妙 他就只有选择跟单选跟复选 所以你只要记得一二三四 就这个答案就好 万一他如果他叫我考那个简答题或审论题 我一定会死 刚开始还是不行 可是其实国中国小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对你就考试检讨完考卷 你就知道这一题的答案是多少 然后你就把数字写上去 从你念中文博士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那种对语文也特殊敏感的小孩了 那么好 这就是你们家的一个故事 你觉得以前这些就是动荡的时代 还有留下阴影吗 其实你爸爸妈妈后来在木栅 开那个文汝商店吗 因为我就说我后来才 我其实很少抬头去看商店的店名 但后来有一次买菜的时候 我就抬头看一下说 你书里写的就是这一间 但不止你这一间 那个附近还是蛮多的 对不对 那就是一直都在靠这家店谋生 是吗 是 基本上是 但其实你说 我跟我妹妹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其实在我爸妈身上影响蛮深的 包括她的个性 他们比如说他们很容易恐慌 很容易紧张 那哪怕来台湾 那如果有什么卫生局要登门检验 官方来的话 他们整个就是紧张兮兮 我说你不要紧张 台湾公共人员跟公安不一样 他还是有那个阴影在 对 然后其实反映到尤其他们晚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整个青春期的创伤 应该是还没有愈合 这么说 所以 所以他会 他们会想事情比较悲观 对 那后来你说就是不敢回柬埔寨 这个应该就是妈妈那个家族的意义 其实越南也开放很久了 也都没有回去吗 有又回去 柬埔寨是 不会去到那个博物馆 也不敢去找我舅舅到底在哪里 是 那有回过一次金边 一次而已 然后我妈觉得 哇我现在整个金边 就整个辽阔的那个洞里沙湖 都被填起来盖房子 她就觉得非常的失望 她就再也没有回去 是 对 那其实越南岛是 你爸爸还有回去的阴影吗 不会 就欣欣向荣了啦 对 就比较没 我爸是没什么问题 但就是我就说 在他们人格上 有刻印的 其实在大时代里面被牺牲的人 都没有什么呼喊不公平的声音 因为没有人会听见的 对 因为比如说在台湾 有白色恐怖或二二八 就会有转型正义啊 或说政府的怎么样 可是其实像我爸这种人 他不会觉得说 这是政府的错 他只会觉得他自己很倒霉 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 他就会觉得很受辱 他不会想到说是什么国家 他就是不会从那个大的结构 或理论去讲 而且他其实有看过 比他更倒霉的人 在同样的时代 是 好 那这就是罗一文的故事 那你后来为什么念了中文的博士 这个要问我的老师们 他们一直在鼓励你吗 对 他们对我非常的好 然后从国中高中到大学 然后大学老师叫我继续念研究所 然后另外研究所继续叫我去念博士班 是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罗一文 他带来的这本书是宝平文化 我当司法通议的日子 我之前把他的家族史 我先调查了一遍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他虽然13岁到台湾 可是他的就有一些语言的专长 而且其实老师真的很重要 就老师看见他了 鼓励他 其实我大概也是在这种状况之下长大 老师觉得你真的 这方面你很有天分 往这个地方去发展 所以你就这样子平平顺顺的念到了 清大的中国文学博士 是不是 我承认我 我承认我 我就学的过程中 还平顺的 你会觉得 有好像老师们在接力的在照顾 然后哪怕是我念完研究所 我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出去工作 然后他就说你可以继续念博士 然后念博士 学历越高出去工作薪水会越高 真的 但现实好像不是这样 这个时代不是 对 我的时代可能还算还成正比 有 其实我有感 我大学毕业后 其实那时候台湾经济还可以 我们那时候的毕业生收入很不 就也至少有 我看不出你几岁 30多吗 对不对 出头 比30多还多很多 OK 你说 我那时候我们大学毕业 我们同学都找到薪水还不错工作 大概两三万 至少有三万块 然后我爸妈都吓到 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工厂工作 大概顶多就一万多 一万 就是你知道那时候 木造还有很多的工厂 我怎么觉得你的年纪 好像跟我也没那么远 讲到薪水我大概就知道了 但后来就是整个工厂全部不见了 那他们会觉得 哇我大学毕业有两万多三万 很不错 所以他们会理所当然觉得说 那念硕士 会更好 可能有三万 博士有四万 结果后来你会发现到 轮到我妹大学毕业 他们那一届就面临22k的问题 反而薪水就倒退了 一个文科生怎么可能领22k的薪水 那就非常的震惊 对啊 但你反正念博士 爸爸本身也都没有这个反对 然后你在学校也是 开开心心的把它念完 可是你出来之后 应该有遇到 那个博士求职的问题 对 你知道 我不能说没有跟你差很远 的确是有一段距离 可是这段距离就是 其实是待遇上会差很多 比如说我从台大中文研究所毕业 已经马上有一个国立大学 给我聘书 只是因为我没去 所以那个时代就是 念硕士还有国家讲学 每个院是有补助的 所以我们就躲在那个校园里面 然后出来 就算你不念博士 你可以去某个国立大学当讲师 这个机缘全部都找得到 可是到了后来 文科生就是没有办法 对 连我们要那个奖助金 都没有说到给你到毕业 再定多给你前三年 然后后来你需要自己想办法 那也不错了 对 然后毕业你要找工作 可是我毕业的比较晚 因为我的题目做的比较难 到时候其实整个台湾 我做很冷门的 我听听看 魏晋南北朝的墓碑跟墓志 其实这很有趣 很冷门 那可是我毕业的时候 其实台湾面临的是 博士毕业 文科博士几乎找不到工作 我的不只是我 我的学长姐 是 跟我下面 我还有下面的 有好几届都没工作 是的 就是台湾就变科技之岛 这也是时代之必然 然后也扫子化啦等等 那后来就只好在外面工作 我无所谓 我觉得在外面工作也蛮好玩的 其实这如果你不在外面工作 你就写不了我当司法通义的日子 那如果你只是当大学讲师的日子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写的 很无聊 就写不出来 是 那你怎么去当司法通义呢 后来我就 我毕业后 我老师叫我去跟 也是我们学姐的制片去工作 那时候是 她在拍纪录片嘛 那我跟她 就是我老师觉得我可以进行电影圈 其实电影圈其实更 也收入没有很好 但可以连聚 想得到 对 那 那位游慧正老师 他鼓励我去找纪录片的题材 那纪录片要田野调查嘛 所以我就去田野调查 外籍配偶 如何学习司法同意这件事情 我纯粹只是想说 有没有比较乐观一点的个案 可以拍片 因为大家对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 就是他们很可怜 很惨 然后程度很差 需要被拯救 我说好像不太是吧 我应该说 我想去接 那最难的科目是什么 那是司法同意 我就看谁敢去上司法同意的课 我去找他们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去跟 本来想要接近猎物 对 就自己去上课 对我就 真的有人上去上课吗 除了你 有啊 那时候是台湾司法同意协会 刚创办 刚开始正式推课程 因为以前的司法同意的 没有什么制度化 就等于说 碰到外籍老公出问题 那警察就会找附近的 什么小吃店老板娘啊 或者是什么 来帮忙翻译 来帮忙翻译一下 对 所以后来 司法同意协会跑到台中 就是去开课 那我就刚好那一班 我就进去看 看一看 然后就被怂恿说 你不是会越南文吗 中文又这么好 你要不要来报名一下 我老师不知道 我博士毕业 后来我拿到证书之后 他说 罗老师你骗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骗我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他当司法同意的日子 这本书是宝评文化出版 但他文笔非常非常优美 那么他就是要透露给你的问题 也是一个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某一些 很基层很重点的问题 我们今天访问罗依文 这是宝评文化 我当司法同意的日子 好 那个要受训多久啊 我忘记了 总之我每个 每周六日都会下台中去上课 而且好像从夏天一路上课到秋天 快要年底 你应该是最得心应手的一个 你的越南文跟中文都很流利 对我来说不难 因为其实 还好就是因为我中文够好 可是其实对姐姐妹妹来说 这门课很吃重 因为你要学的中文不是普通的中文 它是法律的中文 不是在家里随便讲的日常语言 对 好 其实我也因为我大本大学是念法律的 我也知道那个难处 我们那些法条啊 真是很多话就截曲熬牙的 不得了 还要复复得正 有没有 对 那么 好 那你的第一个案子是什么 我的第一个案子跟外界老公没有关 是那时候台湾开放东南亚观光签 那所以那时候有蛮多观光客 是来台湾是做跟观光无关的 比如说爬手 那时候只有一点点进来犯罪 然后就有三个人 这又不算非法打工 有点尴尬 这个被抓 他们就被抓 因为他们去爬人家的包包里面的手机 有一段时间 其实捷运不安全 我同事的手机就被爬走 然后我同事还碎碎念说 我的手机那么旧了 你们还要拿干什么 对 那后来那三个人就被关到土城看守所 法律 法府的律师很认真 就带我进看守所 想要去问他们的案情 因为要帮他们辩护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说 哇 所以一个认真的好律师 是真的会很关心 当事人的 而且就是你不能够预设别人有罪 你应该是要预设别人是无辜的 我觉得整个世界就觉得打开了 他们应该是公社辩护员 对不对 现在是改成法府 法府的派指派律师 因为他们也没有钱请律师啊 对不对 一定要有人很热心的帮他编护才行 对 后来这自己人怎么了 后来其实我来我去陪陪陪陪陪际 再来就是上那个侦察厅 然后延长积压厅 但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因为通议是不会通议完整个案子 是 应该是每个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同意 可能 我们也赞成是这样 因为这样避免有误意的情况 是 就你可以发现说是不是有同意意错 是 有时候意错你还误会了当事人的意思 还害了他 对不对 但是这个案子就是说 你在做犯法是理当被抓 你在中间你也可以看到 这有些法律是不是要改 我就觉得说 花那么多的警力去追查那些就是逃工 其实台湾 当然我跟你看到的大概是同样一个问题 台湾也是很多地方就是已经很需要有人来打工 可是这些朋友们他们花着很多钱 那可能是他们在这里赚一年也没办法还的钱 然后误以为这里可能是一个真的贵宝地 然后花了很多钱还经得过生命危险 有的还坐船来的 结果一上岸几天又被抓了 那我觉得他也回不了故乡 不然借来的那个几万块美金到底怎么办 然后在这里呢 又 看起来遣返好像你 国家会帮你出钱把你遣返吗 要自己买机票 是啊 那不然如果万一都没有那怎么办 可是回去又面对庞大债务 那大家能不能帮他们想想办法呀 是不是 后来我接的案子比较多的是 就是跟老公有关的 尤其是外配的问题 对不对 你跟老公的 外籍老公的确是 如果法令现在的规定是这样 动不动是非法 那如果你也缺工人 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方法让他 就地 大家都可以平和解决 而不是就是来 再来付钱把你送回去 那他后来就是 会产生了很多悲剧 就好像你说的英国货柜 我听到那个新闻也真的觉得说 这实在太残忍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可是这就是表示 就是说 你很多的法律的考量 把有些人的命不当命 这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对吧 好 那这个如果有空 我们会请罗一文再来聊 我当司法通议的日子 那有一些形形色色的故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